總統蔡英文臉書貼出照片 只見他眉頭緊皺 神情嚴肅在聽取簡報 共機圍台軍演狀況加劇 總統府立刻召開國安會議 但照片曝光卻引發討論 馬政府時期的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楊永明指控總統府擺拍會議照 仔細看看與會成員 由右至左分別是國安會 諮詢委員陳俊玲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熊 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崇燕 國安局長蔡明彥 以及總統府副秘書長張敦涵 IP媒軍方人員總統府回籍 國安會跟國軍透過建立 即時整合同步資訊 總統跟國安會可以掌握全盤情勢 跟軍方同步聯繫並聽取簡報 可以理解楊永明前副秘任職時 媒相關建置有數位落差 才會有類似發言 如果你一定要說這是一個 有跟國防部做資訊整合的設備的話 就給我看這些設備 楊永明要讓照片來說話 但承認總統李登輝時期 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 則解釋 相關會議都有一定彈性 因為每一個總統的制度不一樣 馬英九時代的國安會 跟那個現在蔡英文的國安會 其實運作的方式很不一樣 他完全是看總統 蔡麥會後共軍演習一波波 蔡總統聆聽簡報 掌握台海周邊情勢 卻因為一張照片失了焦點 三立新聞 李維廷聽到我們Gintel報導